纽连当头,我是威尔 这个高赵,我是初子 是,那个巴畅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社区那些事 这个巴畅是在哪里呢? 就是马六甲的一个地区 而且也是行动党的一个选区 那这个选区呢,主要是以华人为主的 那意思是说呢,肯定是有很多跟华人相关的一些 可能建筑物啊,丰收传统民族啊 还有一些美食啊,等等都有 啊,对,这个,而且那里呢,有一座客家村 然后是有百年历史的 但是呢,就是要被裁迁了 不是要被裁迁,是已经被裁迁了 已经被裁迁了 对,已经被裁迁了 你知道很搞笑的东西吗? 你说的是客家村嘛,对不对? 然后我上网搜寻了 我就打了他们的马来文名叫巴畅 然后他就出了这个肉粽出来 一巴掌 这是福建话,巴掌 巴掌,不是说那个客家话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挺有趣的一个地方 巴掌在中文里面呢,是翻译成巴掌 我不懂为什么他取了这个名字或者这样子的翻译啊 那当然可能有他的一些典故吧 那在线上呢,我们就联系到了马六甲州民政党联委会主席 蔡联财 蔡主席,蔡主席早上好 蔡主席好 是,我们今天要跟你聊一聊这个地区啊 就是这个巴掌 其实我们对这个地区老实说 不是那么熟悉 虽然说在highway方面 就是在高速公路 有时候往南下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哎,有这样子一个牌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转进去过 所以能不能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巴掌这个地区呢 OK,所以巴掌是一个,在马六甲呢 所以说,马六甲有二十六、二十八个州一区呢 是第二,人口第二多的一个州省区 哦,那么大啊 嗯,对 大致上有三十三万个省民 哦,就是在巴掌州省区里面 嗯,嗯,嗯 所以巴掌州省区的那个技术环境 巴掌州省区是一个 城市,呃 城市边缘的一个一个占卜来的 城市边缘 酱金区的 GIS指的就是马六甲的这个这个市区吗 哦 对,然后它有一个 这我也要就是说 呃,城市里面的乡村 城市里面的乡村 可以解释呢 这个 它虽然是说,呃 有一部分呢 是在水磁城市 有一部分属于在乡村 然后它的发展方面 就是说属于工业 中小型工业就比较发达 然后它在那个中小型工业里面 又可以看到一片 很绿油油的那个稻田 所以巴藏也是有 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小型工业 指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业 就是说 就是有很多中小型以上的那种工业 就是说有修车厂 有修车厂 都在中小型 然后它中小型的外围呢 就有那些比较大型的工业 是外国企业 外国投资吗 在巴藏呢 就是中小型工业呢 就是由本地为主 本地为主 对 外围的呢 就是比较大的工业 也有国外的投资者 就是外资啊 也是有啊 这样我刚才听您提到 就是说也是有一大片 这个绿油油的稻田什么的啊 是不是农业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这个经济来源 其实在早期呢 所以就会有这个巴藏的名字呢 就属于 巴藏是一种芒果性的东西 哦 啊 巴藏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就是属于 于早期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属于农业发达的一个地方 哦哦哦哦啊 然后呃 就是说城市里面慢慢发展发展 向外发展的话 就就呃 大概就呃 把这些农业就 静静化了成了个啊 基民基础的地方 嗯嗯嗯嗯嗯嗯 既然您刚才提到说 巴藏它是属于一个城市外围边缘的一个 一个选区 那它会不会因为如此而被边缘化了 因为毕竟你看到这个发展呢 我们看到的马六甲发展 几乎都是集中在马六甲市区 那一个圈子里面 然后在外围的发展呢 我们一般上好像觉得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现在马六甲的发展都不会再发展 在市区里面像我们上市地方都已经向外发展了 然后好多发展呢 你看有的都跑到镜像已经去了 然后有的跑到IIC的那一带去了 已经向外发展了 都不会说一直只能集中在中心里面 中心里面都是以油业为主 那巴掌这边呢 就会把它变成工业区吗 之前是 之前是有一部分 巴掌是以工业区为主先 嗯哼 然后呢 就到基民居住 嗯 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从哪一点我们可以说到是基民居住地方 呃 也因为整个周险区里面呢 有46%是华人选民 嗯哼 其他50%是马来选民 嗯哼 然后其他印度选民大概3.5%左右 所以他算是一个混合选区啊可以这么说 对是可以混合选区 嗯所以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比例看起来挺接近的 那他们一般上会不会面对就是所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民生问题等等会不会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不同 嗯其实呃对于巴掌来说呢民生面对的问题都是三边水灾咯 哦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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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咯 所以除了水灾之外大家都就是国泰民安啊没什么问题 对啊有一点就是还有就是呃 嗯关于的就是那个嗯治安问题咯 治安的问题 对那你那里 就是这两样东西 嗯啊刚刚你说那里是有那些工厂区嘛是不是 对啊那会不会就这些治安问题跟外劳有没有出上关系呢 嗯如果你说没有是就肯定是骗人的 当然如果因为呃这边我们的是一个工业呃地区嘛 当然外劳居住在这边的产生的问题呢是蛮多的 嗯例如哪些问题呢 嗯那边酗酒啊打架那些啊 嗯啊都有这种发生其实在发生在呃这个呃地区里面 没有那些什么呃巡逻啊或者是那种自己的那种私人那些巡逻队去巡逻吗 还没有我们这边还没有成立这种呃私人的呃自愿队 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 这个住宅区可能就太多不同的这个这个种族群吗 如果说种族群呢是呃就让它是混合群 嗯嗯不过呢呃它在一个地区如果是说一个呃花院里面 就最终全部都是呃呃华人 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全部是马来人 哦所以还是分批就是大家还是 你这样子这样族群之间的关系和谐吗 嗯和谐啊 是表面和谐吧因为大家都自己住自己的地区 对对对至少门泉学嘛对对 至少门泉学 那那这个地区确实蛮大的因为要至少门泉学通常都是蛮大一个地区才 所以才会至少门泉学 如果一个蛮小的话就大家的关系的还不错 嗯然后呃这个那是马六甲如果那是八个州选区里面是第二大的州选区的吧 嗯嗯嗯 既然这个选区这么大呃我们我们近期就常常说听到这个选区划分受到影响嘛 八将其实是一个没有受到影响的选区对吧 八将是首当其冲 首当其冲 OK那那我倒想听听看了你你对这个选区划分对八畅背这样子来来划分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呃可以说是他拿八将来开刀啊 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的这个华裔和马来人的比例是差不多接近是吗 嗯对啊然后我们就是呃呃就是说靠进呃呃呃呃呃 uksu Garland 呃呃呃呃呃 Director 呃呃呃呃呃呃 decade ув 我之前的50%的马来教会减到剩下30%到30%左右 变成华人选民就变了差不多70% 如果是这样子是不是意思是对于比较偏华裔的政党 理论上应该会比较有利吗 对吗 对 那作为如果是民政的话 其实民政虽然说是多元政党 但是如果出战的是华裔的话 应该也是站在有利的一方 就要看我们华人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去看待 那目前你觉得就是巴掌的这个华人思想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巴掌的华人思想 因为华人票比较多 毕竟现在很多人认为华人票都会轻移行动党 是有根据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根据上一些大选应该可能是这样子一个态度对吗 那现在都过了可能几年了 然后也据说可能有一些地区可能对现在目前的一些政党 目前执政的这些或者是得票的一些政党不太满意 所以会不会你觉得接下来会有改变 我相信通常华人的思维对于投票都是以国家的那种 他的那个国家的那些因素来投票吧 除了是国家的那些某些因素会比较好 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滑稽政党会有比较有利的那种方面 那换句话说那这一次 因为距离大选也不久了 顶多也是可能一年多两年左右这样子 可能也不到两年吧 就可能就有这个选举了 那照你看来 华裔的现在的一个倾向度 还是会倾向于过去的这种方式吗 还是说 虽然说是你说的没错 是以国家的这个就一个一个标准 来投票作为这个倾向度 但是毕竟有时候还是会考虑到 过去是这样子 可能也没有什么改变 或者也做的没有没有很达到他们的这个理想 那是不是你觉得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了 如果是当当如果是没有花分选区的话呢 可能我们毕竟还是有选区 因为我们一直在服务那个选区嘛 嗯嗯嗯 一直在服务在这一年来 虽然是八将已经有五届的历史了 对 五届的历史呢 就是说第一届是民政党生 比方第二届就是行动党生 第三届又是民政党生嘛 嗯嗯嗯 然后第四届就是反对党生嘛 是是 然后第五届也是反对党生 从这一方面来看呢 我们有升过两次的那种纪录呢 是说我们可能就比较负义啊 注重于服务方面呢 或者是我们呃在于民政方面呢 我们加紧的去努力呢 可能还会得到的一些回流票 嗯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以呃 发分选区过后呢 从我们的有十一个投票投票站呢 我们只拿回三个 嗯 然后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那个投票站呢 去从别的那个呃 州选区各过来的 嗯 对我们来说 就那三个是很陌生 OK 如果如果是这样子说 是不是同样的 因为毕竟可能呃 我我这样子来看哦 现在民政如果打这个这个选区 行动党也打这个选区 大家争取的选票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同一个群众 那如果是说呃 民政受到影响 是不是行动党也同样受到影响 呃 我相信呃 民政党会比较受到呃 影响比较多一点 民政党受到影响比较多 对 因为我们民政党是以服务方式去呃 服务群众 嗯 那行动党呢 是以什么方式呢 行动党可能他们有比较 他们的就是课题方面 课题方面 对啊 意思是只是在讲 一直在给讲座 然后没有服务 嗯 他们有他们的呃呃 的服务范围 哦 他们他们 我们我们就没说 可行动党是以课题方面呃 的方式 比较比较直接的影响呃 显明 嗯 嗯 就是呃不好意思我真的还没有还没有太明白 以课题的方式影响选民和民政党的是以服务方式来呃服务选民 其实这两个是区别是在哪里 嗯 区别呢 就是说 嗯 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比较多一点 嗯 对不对 可能呃 行动党可以用呃呃呃 中央课题 来影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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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个方式表战又是为什么民政党不采取这个方式呢? 如果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课题去影响我们嘛 对不对? 比较好的课题去影响他们 如果是里面有比较好的课题呢 在中央方面呢可能他们的那种方式里面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可能他们可以 行动党方法可以用很多的那种他们的中央课题啊 什么比较负面的课题啊 就可以影响整个华社的那种思维啊 因为我也老实说这样子它是比较一个 比较怎么说呢 general的一种概念 可能我假设说 像你刚才说行动党是以中央的比较负面的课题影响华社 那我觉得相对的可能民政党或者是其他政党 也能够 既然我行动党这一道行得通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就是呃来来模仿一下就是用中央的课题 但是呢是对他们好的课题 跟他们走的也是相反的 可以吗行得通吗这一招 可以啊都可以都有行得通啊 嗯 就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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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是以以以两方面的呃呃 双管旗下的方式吧 嗯嗯嗯嗯 对不对 用两个双管旗下的方式去去尝试 对于华社这种呃呃 可能可能会先行得通 哦哦哦 所以那目前目前就是在巴仗区的州议员呢 现任州议员呃有没有就是在服务方面达到了巴仗的选民的一些要求 这个呢就要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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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比较少的 因为之前的 有之前几项公寸 最主要是说 在马林地区 就是说 一以成灾的情况 一以成灾的情况 有几个地区 当我做事业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 那个 构取已经提升 防止一以成灾的 然后那个情形发生 有两个地方 我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比较 在八将里面 所以在治安方面 会有一点 比较亮红灯的情势 在其他方面 我相信基本设施上面的话 大致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 其实现在在工作的是 这个 其实民政党是在工作 然后 是怎么在跟州议员 在配合的 其实在这一方面 是 是 是 一般上 他程序是说 现在如果说民众 有这个问题 投诉到市议会 然后市议会这边 就马上进行工作了 还是说 他投诉到 政党代表 比如说 可能投诉到民政党 或投诉到 这个州议员那边 然后就看谁安排都可以 然后就让市议员去做了 这个 如果是 有 建民投诉到我们政党 我们直接的会 直接到地方政府 去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去地方政府解决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一般上 比较起来 因为常常有一些地区 我们从这样方式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一般上我们从 选民的这种投诉的喜好 从去哪一个政党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对哪一个政党的 这个仰赖 或者依赖性 是比较强的 所以相比之下 就是 你觉得就是 民政党所接到的 这个投诉和服务的 范围比较多呢 还是 反对党的会比较多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有一个 正式的统计数字 嗯 我们也不懂说 行动党 接到有多少的 那个投诉 数字 而我接到有多少 投诉的数字 嗯 不过以民政党方面呢 所接到的投诉呢 我们都会进行 尽力的去 为他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所以大致上都能获得解决 对不对 对 嗯 嗯 好 那就是说是 您对未来 就是接着这个 即将来临这个选举啦 既然选区划分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情况 您说的就是 可能首当其冲的 就是巴掌 然后可能民政党也受到了 这个很大的冲击 你这就是在民政党 在这个 即将来临选举方面 有什么样的策略 可以应对 这样子的 如果假设这个选区划分 真的定了定案下来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划分 如果还是由民政党的出征 我们也只要去 尽我们的能力呢 去服务这些选民 然后争取他们的支持 嗯 这个是因为是委民政党 唯一在马六甲的一个 呃 州议席 如果说净能力服务 其实可能敌对党 也是在净能力服务啊 这方面如何能够脱颖而出 因为呃 可能如果你发分险期的话呢 嗯 对于我们来讲 当然呃 时间上会比较短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呃 我们本来是 我们的呃 写明有两万的 变成我 可能呃 发分出来 呃 我的写明只有在一万左右 是 啊 所以变成呃 这个 在这一个比较呃 大的数目字里面呢 可能我们要进很多 我们的努力 以及我们要怎样去呃 探讨 他原本的地方的 地方上的问题 嗯 然后去帮忙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呃 列入一方面的 一一一一系列的那种策略 嗯 啊 来去应对 最主要是知道 我们我们要要要要进入 那个呃 选举上 要知道他到底那边 事实上是 面对了什么问题 才从这边这一方面下手 嗯 啊 所以现在被被 划了出来过后 其实呃 就是说现在这个选区啦 如果根据最新划分出来这个选区 他是属于一个还算混合选区吗 还是华裔居多的一个选区呢 因为刚才听您说法应该是华裔居多嘛 对吧 对华裔居多的选区啦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已经变成少数的 比如讲像马来人呃 或者其他人呃 或者其他族群 那会不会呃 他们的选票 你认为可能会变成也是造王的这个选票吗 嗯 不会是他们 就是说他们的选票会造王 嗯 不会就是华人选期已经 呃 已经在在这个已经把将期了 可以说是呃 华人最大的两个投票项都在把将 哇哦 全马六甲的那个呃 华人的的投票项都在把将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这些比较少数的 基本上也成不了什么造王的了 也成不了造王的 哦 OK 那那那看起来好像就是大家一般的直觉 好像可能是对行动党比较有利一点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是吗 那那当然 哈哈 所以那接着接着这个挑战是非常大了 会不会很难打 对你们来说 非常大 非常难打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就是要要向您了解 就是有什么样策略可以应对 因为因为听起来感觉上好像哎 你看现在我们从报章媒体上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选区划分的问题啊 其实呃反对党也非常的很多呃不同的这个意见 甚至说啊 这个对他们不利对他们不利 哎 但是现在听听您的说法好像是 哎 反正对反而对他们比较有利在这一方面 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就好像是是呃呃难道这个选区划分真的只是对执政党有利吗 看起来 我相信呃 如果是以我们以数据 Suzanne 以数据书记来说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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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从上去上一届的那个呃我们协议的呃我们呃那den否定的那gendeine 华人票就在那个投票项里面 我拿到的就是 只剩只有630张 哦 那剩下的都去到了 行动堂那边了 对 就以我们以数据 来根据这个 显明的倾向的话呢 就等于说 接下来的那个 仗是很难打的 您会不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的 划分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如果 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划分呢 已经把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那个种族 划分分裂起来 哦 就是说 你这个地区就是马来人 就是马来人 华人就华人 就是这样子 划分得很清楚 嗯 就把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东西 一一的把它列出来 嗯 所以民政党在意的 这种划分 其实并不是说 公不公平 而是说 这样子是一个分裂 对 导致我们国家不能团结 导致我们民族 大家都分得 大分得很清楚 嗯 规划 哇 这个是马来人 这个是华人 这个是英都人 明白 明白 所以对于未来 这个巴掌 你有什么样展望吗 巴掌未来的发展 嗯 巴掌 其实 当然我说 就是属于在城市边缘嘛 嗯嗯 所以城市边缘的话呢 在另外一句话 我们就说 它是城市里面中的乡村嘛 甘邦嘛 嗯嗯 因为整个巴掌呢 已经有差不多是50个丹曼 20个甘邦了嘛 嗯 嗯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市区的地方 然后属于巴掌地区呢 你不能说它是甘邦 它的那个门牌税 它的那个 回收率 给周振火呢 是马六甲里面是最高的 嗯 交税的地方 嗯 这是一个一个地方 是 所以你说它 它属于 属于乡村 又不是它属于城市 也不 也也也 就是 是一般我们常说 半城乡区啦 可以这么说嘛 嗯 可以半城乡区 嗯 所以你说它的发展 已经到了 差不多98%了 啊 发展到了98%了 对啊 那就是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了 没有 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哦 那就是 未来的这个规划 也没有什么 好规划了 其实 没有什么 哦 OK 没有什么好规划了 那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好规划了 哦 OK 因为也也也也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的 马力甲的 呃 总战 巴士总战 也在打枪 嗯 然后我们的 呃 茅甲啊 呃 大的 Tesco 和 呃 那个什么 呃 那个 嗯 EON EON 也在 也在 呃 也在 在打枪 嗯 所以换句话说 应有就近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呃 只是缺少了 少了一些游客 对不对 啊 对 就是游客商方面 就是呃 就是巴士总战 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游客啦 也没有什么观光点 也没有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工业的 工业的 工业和住宅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那今天非常感谢 呃 蔡主席呢 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呃 你对吧 这样的一些看法 和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 呃 观点 哈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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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